我們今天聊到了 其實一直有穩定銷量的Yaris 還有Vios 要停產了 有朋友問到 我該在停產前入手嗎 還是可以等等品牌接替Yaris 位置的全新車款呢 來我們請達人朋友們修答案 如果你覺得這個時候 該入手請舉圈 如果覺得再等等 請舉X 唉唷 一半一半欸 唉沒有大偉哥請問一下你的答案 意思是 我覺得是一半一半 假如說你是現在有用車需求的 而且你就是有預算考量的 那當然現在購物車是最好的時候 因為這車子也是最成 產品最成熟期 但是假如說你不是在急著要用車 然後你等著慢慢等 你要有更好的安全 那也可以等新車 而且我要講的是 新車一定會貴 因為加了很多安全之後 你不要期待說價錢像現在一樣 門檻就不一樣了 小青你覺得再等等 我覺得就再等等啦 因為新車一定比較好 而且比較安全 錢再賺就有啦 雖然新車貴喔 但是 等一等總是比較好 唉唷 我們總是價格敏感啦 老爹覺得現在買 我看不到車 我就不想出價 所以我才說一半 但你如果急著買車馬上買 因為這個車很保值 停產之後更保值 Dandy 再等一下 因為他們新的那個底盤科技 我覺得是可以值得等 因為還是有朋友會覺得 那我要買新不買 金卡獎選出你的DreamCar活動起跑喔 選出最時尚最堅能的電動車 選出你最熱血激情的超跑 選出能夠帶著家人 跑透透的休旅車 快上地球王金線汽車網 參加金卡獎挑選活動 跟著達人們 一起選出你的DreamCar 就有機會把iPhone 14 獨家汽車 準備好你帶回家 你們期待會兒 來又淹擁有 把你的或者歧園